为什么朱立文会有这样的考量 看他没要换人 但是现在显然如果让侯有鱼都泡口对内了 然后他又这么很迅速 早上又跟他通过电话 那真的是两人立场一致吗 那表示侯有鱼被摸头了吗 还是说侯有鱼他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在众将节目做一个大胆预测 过两天看我讲对不对 这十个人不会换 不会换 会再多丢十个进去 再丢十个 西市 那头头都电脑转的 那现在放在桶子里面一看 哇又黑又金又汇旋 大家骂对不对 这一群人是帮朱立文 刚才已穿到侯料赫 张三政是怎么把桶林拿下来的 怎么逼着那个议长 吞下去 这群人对朱立文有战功嘛 你把他放下去的人 你又把他换下来 对朱立文来讲会变父子骑驴 那他就干脆 十个你们觉得不好看 那我再丢十个 再丢二十个 把明前也丢进去都没关系 反正核心是拿几个 朱立文说了算 你丢三百个还是那十个是核心 就是那个核心有毒 你把他外面包在漂亮的糖衣 他也是有毒 那他会这么做 他会增加 你等着看 不用太久 这个所谓的选册会 会增加人数 再丢一些党团干部 有的不的 但大家提醒他 那是在摸人的理因膜 这十个是他核心 第二个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我们应该回过来想说 难道朱立文不晓了 这些人的底吗 你都知道这些人的底 你有什么理由 非用他们不可 用他们的原因 有可能是 朱立文要用他们 达造折冲协调 筹措资源 处理人事 那可是不好看嘛 不好看谁会倒霉 要选举人倒霉 要选举人倒霉 好有意倒霉 对 你知道 会这么弄 会不好看 可是这些人很会协调 这人都瞧王级的 很会瞧 对 那这样子瞧来瞧去 对朱立文来讲 他得利的点 不会是在成为候选人 因为倒霉的是候选人 那候选人笑皮 就会跟傅昆琪 李宗教说 不然你们倒出了就好 不要挂名 大家提亮一下 可是呢 加挂名会胜到 胜到上 候选人啊 所以你看每个要选的 要落跑选立委的 落跑选总统的 大家都不要来挑 好有意义 马上写 不要让黑金复辟 因为会伤到要选的人 对 所以从这里来看 朱立文有没有要选 我还是打个问号 可是朱立文想要干嘛 他想到这群人 瞧什么事情 然后纵使用了这群人 伤了要选的人 也在所不惜 昨天其实 新北市的议长 蒋跟黄 那个动作算大 那个如果发生在 民进党中央党部的话 对 新闻会多大 蒋跟黄站起来直接讲 其他我都没意见 九个我没意见 对 要复婚一期给我退 复婚就不行 这很大的象象 当场 对 那朱立文如果要和缓说 你现在各位常委有意见 是不是我们这 以后再讨论 还是我们先通过九个 其他我们再来处理 没有 哎呀团结为要 硬就过了 蒋跟黄再怎么样也是 国民党最大的执政县市 新北市议长 蒋跟黄之前是代理主席 蒋跟黄对侯友宜 正在所谓公投四个提案的时候 蒋跟黄在负责折冲 希望国民党内部 不要那么大的冲突 当一个这么大的地位的人 当着主席的面 呛你说谁都可以 就是复婚其不行 朱立文还是硬要过 所以以的不在意 这个人会伤了其他人 那蒋跟黄算是侯友宜的人吗 蒋跟黄很明显不是朱立文 也不挺傅婚其的人 要不然蒋跟黄为什么可以容忍李全教 所以不要用道德来看这些人反对 就是我刚才讲 反对这个名单的人 去年都没意见 所以国民党内部 哇有一线跳出来辞职辞职 你没有那么正义啦 你们去年就这些人提名的嘛 那现在跳的里面都是选举的结构 蒋跟黄为什么不反李全教 李全教难道比傅婚其好看吗 也判刑官过啊 那你为什么只反傅婚其 这里面有派系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朱立文用这个 有一个要瞧一个局 对他来讲 他可以影响到下个阶段 而这个安排会伤到 要选票的人的面子 所以要选举的人通通跳 所以你看 朱立文一跳 你就是要落跑酸中痛 要不然你跳什么 不管你的事 你选完了 所以会跳的是要选的 然后敢用的也许就是不选的